你们这个年纪 不爱学电脑 不懂电脑 我能理解 真的 完全懂 可是 你看 你们的孩子们 年龄参差不息 但是他们有一样 统一的 他们会电脑 精通电脑 在网上可以干嘛呢 打游戏 网恋 交友 聊天 你们知道吗 你们不知道 对不对 你们不懂 他们可以以学习的之名 然后在上面玩啊 上瘾了 跟读瘾一样 你们知不知道 你们怎么办呢 对 所以你们学电脑 还有另外一个好处 就是你们的孩子以后 不能再糊弄你 而且你们可以监督 你们的孩子学习 对吧 让你们的孩子 教你们怎么上网 你们就知道 你们的孩子以后怎么上网 是 还有没有问题 我那孩子在家 就是打游戏 开汽车 你看 没有问题 就坐下 有问题 可以随时走 好好好 好 来来来来 来来 坐坐 来来 自愿啊 开始了啊 有任何问题 不懂的 可以问你们的孩子 你们孩子还不懂 问我 比如说 嗯 我可以 不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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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 我没想到 我没想到 我不想到 你 好美的地方 是 怎么样 你经常来吗 不是 那就是专门带我来的 我就是过来看看 因为沈书记让我了解一下 各个村大的工作情况 你手里的是什么 手里 这个是 送给你的 送给我的 生日礼物 我能看吗 当然 生日礼物 我 像吗 太像了 喜欢吗 挺顺利的 我特别喜欢 真的特别喜欢 你专门为我 做 不不不 其实每个村大过生日 我都会送生日礼物的 不 这个不一样 你专门为我做 你看 有情节和故事 你明天上午有空吗 当然 什么时候都有 我想找你好好聊聊 我觉得咱俩得好好聊聊 这样对我们都好 至少不会像现在这么 尴尬 我也这么想 我也觉得我们应该好好地聊 这样我们的关系感 都会 更加明确 那明天上午我去找你 我等你 好 那明天见 不见不散 波罗 你为什么背着我喜欢别人 你喜欢的人应该是我呀 是我 成事不说 碎事不见 既往不咎 要想以后 要想以后 好